严维文同志我是比较了解的 如果在他心里 能够打60分的话 在我们看来恐怕至少得85分以上 96啊 你比我更了解他 大姐您是 哦 我当时你妹妹 但是这个观众我觉得我来艺术人生 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对 他也第三次来了 第二次是我还送我一幅第一次的照片 他是第三次来了 你好你好你好 真是不容易 一路这么跟随 你看您一说到这样的铁杆粉丝 你的热心观众 我就会想 其实很多人呢 在一 就等于说自己的这个事业成功之后 要去尝试新的东西的时候 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你身旁有这么一群人在支持着你 他支持你是你的歌唱事业 他们也没有见过严维文演戏是什么样 在那个大荧幕上会给我们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当时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 比如说 我接了这个戏了 我真的就演砸了 怎么办 那不是一世功名 我好在有一点点的退路 什么退路 就是因为我想 而且也是自己真实的感受 当时就是说 投资方也是到北京来多次的找我 唯一的一点打动我就是说 我们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你以票号就是山西 而且就是我的老家平遥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想 后来当时我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 这个思想上的反复斗争 后来说那就冒一次险吧 如果没有演好 确实把人这个片子拖了后腿了 反正就是我不是为了出名 我也不是为了别的 我是为了给自己的家乡做一点贡献 真的是这么想的 能够解释痛吗 我觉得这个理由可以 这个理由可以 这个人都有这种家乡情节 而且我觉得在那方水土长大 他对那方水土有一份真诚的爱 而且真的了解他 所以你演这个戏可能真的很合适 后来也是在一点一点的拍摄过程当中 也确实是慢慢慢慢 真的是 你别看 有些东西是这样 可能我在影视的表演上 有很多的欠缺 不像我们的郑晓宁老师 他们是常年在影视屏幕上演出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 弥补了我这方面的不足 比如说我住在的 我在平遥拍戏的时候 我就住在当时李大全他过去的家 就那种环境 就我是 我小时候住 我就住在平遥城里面 所以当你在住在那个环境里头 然后再看他整个家里的东西 一切都 好像反过 这应该就是我的 就慢慢就有那种感觉了 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这大宅子他就应该是我 后来当把头 当天晚上头剃完以后穿了服装 在第二天在要去的时候 先穿了服装 在这个院子里一走 觉得自己 我就是李大全 这个腰就停下来了 他那个感觉就来了 因为本身这个距离的人物 我觉得跟我的年龄 跟我很多东西 还是有很相似的地方 我不信 不信啊 我真的不信 你知道为什么不信吗 我是有理由的 因为我刚才开场的时候就说了 严为文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非常严谨 这么入道几十年了 你们谁听说过严为文的绯闻吗 没有吧 说明名气不够大 不你住在那个宅子里头 你那个老大 他肯定是有一个老婆好几个妾 都跟着 今天我就当着观众面 兄弟我给你纠正一下 在历史上的竞商 有六不准 有六不准 六不准 第一条就有 不许纳契 不许赌博 不许酗酒 其中还有一条就不许 就是树敌 这个就是 你跟你说树敌 还有一条我忘了 六条 第一条就是 不许 不信 应该有 不是竞商吗 诚信 诚信 对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 没有 六不准 第一条就有 对 那我信了 这就是颜维文 所以他穿着那衣服 在院里头 那么一走 我信了 那感觉来了 但是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 我前一次见到您的时候 真的挺颠覆的 我从来没见过 颜老师 剃光头是什么样 后来他剃了光头 以后我一看 挺好看 我也没捧 我剃的时候也没捧 我觉得你是一个对自己的形象 方方面面 我说的这个形象 它是一个综合的形象 你对你自己的形象 是非常注意的 是吧 你比如说 他有几个习惯 他只要换上演出服 是绝不坐下的 我说的是演出服 今天这个 是他生活当中就这样 他只要穿上礼服 他一定不会坐下 他说你来坐会儿吧 不不不不 不坐不坐 不习惯 我就这样习惯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就这么一个人 所以你当时剃头的时候 你纠结过吗 纠结过吗 很担心 很纠结 对 那最终还是咬牙剃了 对 你也是第一次看自己剃光头吧 第二次了 当兵役的时候 当战士的时候 剃光头 对 然后你端详的你自己 什么感觉 比我想象的好 我原来想了 我头很难看 但是那天化妆师 我一刮完头 我在镜子里一看 我说还能看 还能看 但是紧接着服装师 把那个衣服 当天晚上试装 把那个服装一穿 我说还行 最后把那个活的 什么一贴 我觉得就那自信就来了 真的 当时就已经心里头 我跟我爱人在一块 他说 我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他说 咱们就是第一步起码说 从形象上还能够 别人不会觉得 哎呦 这少了 不会 应该还可以